一件衣服居然可以装进火柴盒里 它就是1972年出土于长沙马王堆一号目的肃杀单衣 也是我国永久禁止出国展览的文物 曾汇集了全国最顶级的纺织专家 耗时30年都无法复制 而且将近两米宽的超大上衣 却仅有49克薄如蝉翼 肃杀单衣是一件非常轻薄透气的服装 由纯白色的纱布制成 它的设计简洁大方 没有繁琐的花纹和装饰 使人感觉清爽自然 这种简约而又雅致的服饰 成为了当时汉朝妇女们最喜爱的时尚单品 肃杀单衣的制作工艺也十分精细 需要选用上等的纱布 并经过多道工序进行剪裁和缝制 汉朝的工匠们熟练掌握了这一记忆 通过巧妙的手法 使得肃杀单衣更加轻盈透爽 同时 她们还注重纱布的柔软度和舒适性 让妇女们在汉朝延延夏日中 感受到丝丝轻风拂面 除了在日常生活中的穿着肃杀单衣 还在一些特殊场合中得到了广泛的运用 比如在宫廷内 嫔妃们穿着肃杀单衣 显得更加婉约端庄 而在民间 一些年轻女子则选择肃杀单衣 来展现自己的青春活力 肃杀单衣不仅仅是一种服饰 更是一种文化符号 只可惜 这件国家级文物 却在博物馆里 被一个17岁的少年盗走 并冲入下水道销毁 于是复制一件肃杀单衣 变成了当务之急 可凭借如今的高科技复制这样一件衣服 仍然屡屡失败 肃杀单衣的面料 是用蚕丝纺织而成 且需要采用最珍贵的春天的蚕丝 因此 复制单衣的机会 每年仅有一次 即便克服了诸多困难 肃杀单衣的纺制 却从未成功 最轻的复制品 仍然达到了49.5克 经过30年的努力表明 我们也无法完全复原2000年前的手艺 让人不禁感叹 对古代鲜明的伟大技术能力 而深感敬佩 尽管时光已逝 但汉潮肃杀单衣的影响仍然深远 值得我们永远铭记和传承 接着 感谢观看